以前在香港生活居住的時候 出入都是搭地鐵巴士 其實電單車每次長途就像一個健身一樣 遠距離見到的時候 以為他們全副武裝很嚴肅 今天過來這裡就是一個大池 上網看好像有三個池 跳一下這個水公 以前國王行的路 我們其實兩個都是很骯髒的 現在我們全國的手腳都是黑色 我只買了一種椰子 20k 這個是天然的泉水 如果你要游的話 好像是10k一個人 因為它的花和草都剪得挺漂亮 而且設計得不錯 Hello 大家準備出發了 今天我們會在烏布去巴黎的東邊 探索的 我們暫時應該會去三個地方 逐個點去的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到時就跟大家說究竟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在哪裡 因為我們有機會都改行程 現在就不偷偷 今天天氣也是超級熱的 30度 紫外線UV是有10度超高 所以你不要看我其實穿了一件外套 是打算遮太陽的 因為我們要駕大概在一個半小時的車去東邊那邊 實在太曬實在太熱了 你在這裡駕電單車 基本上你不會看到任何本地人露他們的四肢出來 只是外國人才會露四肢 那我們現在出發 在烏布旅居這段時間 這一個月就住在這間住宿 上面就是房間 下面就是餐廳 我們的電單車平時就是在住宿的外面 大概開一個半小時的車就會到我們的第一站目的地 沿途的風土民情 當地人的民生生活 平時開電單車出入的所見所聞都真的非常特別 以前在香港生活居住的時候 出入都是搭地鐵巴士 而在峇里島出入就要自己開電單車 上一條片跟大家分享過 峇里島的空氣質素比預期中是差 沿途大家都看到不停有很多人在這裡燒東西 但是不要肯定燒垃圾 還是燒農作物 幸好沿途的風景是值得加分 專注力也分散一點 還有大概半個小時就打算吃個午餐 因為現在已經很餓了 其實長途電單車是會令你很累的 因為我已經很累了 要很累 已經很曬了 但是我們去到目的地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是值得的 那我們現在繼續 一想一想一想去哪裡 過了30分鐘就在這裡 我發現這裡是一個很地區的地方 你會不會看到很多客戶 美麗的 如果你喜歡乘坐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好處 然後走到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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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大概過半小時了 其實因為車車會長一點 現在我們來到一個臨時的位置 有一個士多在山邊 就在這裡買了一個飲料 休息一下 先走兩步 因為其實坐到超級腳臂 這個景色超漂亮 給大家看看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在這裡 撤一撤 停下他們的電單車 就像我們一樣 酒店就在這裡 在一個轉彎位的山邊地方 這裡有一個小檔 我也不知道它是買什麼的 休息一會 我已經很累了 坐在這兒 我也是 我的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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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我保持這個GPS 我不會做到這個 我不會做到這個 沒有Venus 是個團隊 她是個團隊 她是很好的 她告訴我每次 我每次轉 我幾乎 幾乎 我個人的GPS 這是最好的機會 我可以學習 去乘行 GPS 希望下一次我會看到你乘搖滾 很興奮 這個山頭有很多小猴子 這個地方全部都是 有一樣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踢單車每一次的長途就像一個健身一樣 因為你兩個人都要很積極 我後面的都更加是 你的腰部要頂直 還有你的腰部要在中心 對於我來說是健身的訓練 上上下下 還要轉左轉右 還有16分鐘 突然發現一個奇觀 就是當地警察出勤的情況 遠距離看到的時候 以為他們全副武裝很嚴肅的樣子 誰知我們越來越近的時候 大家都有笑臉打招呼 非常特別地擦身而過 今天夾午餐 吃KFC 有點掛念了 因為已經很久沒吃過了 我們已經給這個套餐費了100元 7 wings Soup Oh that's so... Maybe it's rice I hope we're gonna be able to finish this whole bucket By the way this is an ice cream 縮米 縮米縮 我現在看這個飯 在印尼和馬來西亞都很流行配飯 雞肉 雞肉 哇 真棒 我們不客氣了 還有它的包 雪要齊 忘記不覺三點半 還有十分鐘就到第一個景點了 出發 歡迎來到這個Tamanujun Water Palace 是一個水王宮來的 首先買票入場 這個水王宮我沒記錯 好像是建於1909年 以前皇帝的那些公園 賣的票 兩個人吃150K 一起開始逛逛這個水宮 參觀 參觀 進來這裡就是一個大池 上網看好像是有三個池 欣賞在這裡的風景 其實今天很熱 當時 走了一陣子 我個人感覺到這些水宮是挺漂亮的 已經好像這個環境設計得很優雅 有些放鬆的感覺 同時間現在他們有一個祭祷 在做慶祝啦 祭壇那些東西 太棒了 很美的地方 拍照 今天天氣很棒 温度不太好 但我們乘坐在這裡 等待我們回來 我猜我會更暗 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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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挑戰這個水公 以前國王走的路 衝動 衝動 他的女婦 以後來 由我來 來 威美 對 女婦 専門 一道 小金 就是 離黑 川 几乎几乎 几乎几乎 就买了一瓶 20k 就像一瓶一瓶 就像一瓶一瓶 但价格不太好 女士给了一瓶 就在这里 很甜 就在这里 OK OK 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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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椰青 充完电 继续 现在精神回了一点 太热了 真的好热了 我想跟大家说 而且床了 不过呢 这里整个空气是不错的 因为它外面就是海边 那你开车的距离 距离有一段路 我们其实两个都是很骯髒的 我们全国伸手手脚的 都是黑色的 那些沉沙 骯髒到你不须 整个地方都很清淡 很好的照片 就像我所说的 我认为 我认为你会浪费 一个小时 在这里 因为不太多 看不太多 除了走过 由于这个水工 它是挺远 其他景点 和市中心 没有太多人 如果大家喜欢看公园 看池宜的地方 其实这里也觉得 可以来得过 因为它整个环境 都挺优雅 舒服的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留待久一点 但我们现在要拉算到下一个站 也有最后一个站 稍后再见 在这里买 鱼 鱼 鱼 好了 每人50k 好 入场 超级热闹的一个景点 是不是这个 现在好像不太多人 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了 哇 超级热闹的 哈哈哈 超级热闹的 超级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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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终于来到 鱼最热闹的一个地方 但是今天就不是说很多人 哇 超级热闹 哈哈哈 超级热闹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频道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这里的鱼超级热闹 全部都应该好吃好住 在这个位置 享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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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和鱼仔一起游泳 这个是天然的泉水 如果你要游 好像是10k一个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水就不是暖的 好像是凍凍的 这里也有其他游泳的地方 都应该是冬水 就是10k一个人 在这里 都挺大 原来 超级热闹 前面应该有洗手间 这里的水都挺清的 你看到底部 都有人用的 有一个人在游 好 继续 离开了差不多 很多 我可以吃这个吗 哈哈 因为我还有食物 像这样 像这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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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特别 除非 你愿意想 一个美丽的照片 在Instagram 对 其实整个公园 很小 一眼里 看完 主要都是 中间的 里鱼池 你可以在外面 买鱼 有很多 买鱼 你可以在这里 买完就喂他们 很多漂亮照 好像这样 如果你喜欢拍Instagram的照片 就是这样 吸引他们过来跟你拍 就是那个位置 如果你是否值得来 我觉得有时间可以来 因为这里也挺远的 它是整个巴厘岛的东边 这里附近有几个游戏 都挺有名 可以一次过看 但是如果大家很喜欢Instagram的照片 想拍的照片 你就可以来 如果不是普通的话 其实50k 一个人有点贵 我觉得两个人 就是50元左右 那你走一个圈 其实就差不多 It's almost 6pm We've just finished exploring this place And we're going to be heading back to Ubud now It's going to take us roughly about 2 hours And then we need to have a dinner 整个公园呢 它都做得挺漂亮的 因为它的花 和草都剪得挺漂亮 而且它设计得都不错 又拍照位 但是我觉得一般 如果这个性价比来说 但是我们两个呢 就农夫Style 又开电单车 又开很远内户地来 所以我们都不会怎么打扮 就是穿好空的衣服 来朝圣一下 欣赏一下 和看看别人的拍照 就算了 那我们这条片到这里 差不多了 下条片再见 Bye